高雄凹子底公園這個角落 在晚間特別亮 胖胖的大南瓜 發出橘色燈光 搭配黑色的眼睛嘴巴還有巫師帽 瞬間萬聖節氛圍就來了 路過的人忙著拍照 大南瓜最近才出現就變成地標 白天一看沒有了燈光 灰白色的就像是顆巨石 讓好多家長的小朋友 來拍可愛的照片 這些燈就是有讓市民 就是有提前過節的這種感覺 很開心 很開心 而且小孩子才有地方去 巨石南瓜的出現 讓高雄市場澄清賣臉書也分享 白天像石頭 晚上變南瓜燈 預告高雄萬聖節活動 將出現30公尺高南瓜裝置 現在巨石南瓜旁 也有安親班舉辦萬聖節變裝遊行 相關的活動高雄很多 遊樂園週週推出不同主題 一路到月底 都有搭配優惠希克 除了巨石南瓜 魏武營這個龐然大物 巨大樂高吸引親子拍照 開車剛好經過 其實也都會注意到 還有看到很大的樂高 還可以的樂高 大人小孩都喜歡的 春傘樂高人 九公尺高遠遠的開車就看得到 現場也有積木玩具挑戰活動 小朋友玩的都不想回家 主要的不是在於零件 我也是在於耐心和時間 整個十月到月底 活動展覽到處都是 吸引大家萬聖節快到高雄來 三宣傳黃奇超股線高雄報導